上集說到包公在各位真正的楊鳳搞笑者身上 已經將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大約了解得差不多 接著他又叫人再仔細檢查一次飛龍公主的屍身 找到更多證據有了把握 然後才再到星堂 他對楊鳳說 楊大人本官已經查看明白 這個死者不是你的女兒楊鳳搞 而是西夏國的飛龍公主 她事入中原要和丈夫報仇殺害敵清 至少你是和龐太師同謀合乎 用這個飛龍公主頂替你的女兒 卡比敵清 本官這個時候已經將真相查看明白 你還是不要抵賴 楊鳳一聽大蟹一驚 這個包黑子真厲害成這樣 果然被他查出真相 那現在怎麼辦 他這樣問我應不應招公呢 如果招了公 那就是師通外敵 那還要是欺君犯上的嘛 這個是死罪甚至要株連舊族的 但是不招公 空盤這個鐵面無視的包黑子 立刻要對自己用刑咯 一時間他都不知道怎麼算好 只要倒下頭不出聲 想著熬得一時就算一時了 包公結他不出聲 知道他還志徒僥倖說 楊大人本官審案 空盤你也有所封民 我勸你還是招把 大人你這麼說話 你完全無憑無懼的 下官那怎麼招啊 哦 就是說你不信本官 已經有真憑實據 好了我不拿證據出來 恐怕你也不會招公 大人 把楊鳳小姐帶出來 王朝馬漢張龍趙虎四個人 和兩個丫鬟一起 把楊鳳小姐後堂帶出來 哎呀 你一下楊鳳一見到自己的女兒 就知道這件事情已經完全敗路了 嚇得真是雲飛天外 啪一聲 馬上就跪在地上 大人啊 你這樣搞什麼意思呢 這個女子是什麼人啊 我真的不認識她 楊大人 真是好笑 陳生女來到你面前 你還敢說不認識 哎呀 冤枉啊大人 我的大女兒已經出了嫁了 這女兒就逢子嫁給狄青 現在已經被她殺死了 這個女子是誰啊 我真的不認識 楊大人 你如果還想狡辯 後果 就要由你自己承擔 楊大人 我的死者 兩義之間 又九個以孔 你這個分明是西夏王族標誌 她是西夏國公主飛龍公主是呀 至於你這個女兒 除了你自己娘夫妻之外 朝中相信也有不少人認得她 難道你覺得一味抵賴 就能抵賴得過去嗎 啊 這個 這個 楊鳳搞小姐這個時候也知道 她就中了包公計了 哎呀 但是 自己已經把實情說了出來 而且來到這裡 爹啊 你這樣死撐下去都沒有意思的 她只要說 爹 哎 都是女兒害了你 因為包大人派人前來撫上 說爹已經招了工 如果女兒 不去跟她作證的 恐怕她就即時要開九頭集 將你斬首 我和媽媽害怕她上來 就被她騙了來這 整件事的前因後果 她已經問得清清楚楚 爹 我看你都無謂抵賴下去了 楊韜聽到那個女兒說出這番說話 痴得耐暈呢 看來真的很難過關的了 這個包黑子審案鐵面無師 是出了名的 哎 現在她已經抓到證據 又怎會放得過自己呀 看來呢 現在自己都想辦法 哎 爹 爭取 能夠呢 將龐太師拖下水 那到時又說不定 還有彎轉 如果激怒 那包黑子 他九頭集一開 恐怕自己真是條命仔冷過水 還要和龐太師做了炮灰 於是 他亦都不敢再抵賴了 就將龐太師當時又怎樣帶飛龍公主來 要自己呢 將飛龍公主 就當是自己的義女 來替她的親生女出嫁的事情 前前後後經過 甚至龐太師對自己又怎樣許願封官 又怎樣威脅自己的所有細節 他都說得清楚明白 那這堂案呢 包公公開審理 所以在虎牙之上 除了有原告被告 在外面 還為了很多老百姓看熱鬧 其中就有幾個龐太師的家人 龐太師其實也很擔心 所以每天他都派了幾個家丁禮 想聽聽這件案包公 到底審成怎樣 現在幾個家人聽到 楊 than一頂不住 偷偷不絕的 把整件事前因後果拉出來 還口口聲聲地吵緊龐太師 唉呀 真是嚇到雲泊都不齊 想不到啊 這個黑炭頭果然厲害成這樣 今天老夫不但不要保得著陽濤 恐怕自己的難以脫身怎麼辦呢 正在彷徨無計的時候 忽然間又聽到門口的管家說 包大人派了張龍照虎兩個警官來 來請龐太師過虎問話 龐太師一聽還不知道什麼事嗎 哎呀 包黑子手腳真是快 你頭就準備對老夫下手了 他即時就對管家說 亂說包龍逃失太猖狂了 老夫的堂堂國長當朝太師 又怎是你的開封虎允請的 又是挺朝早朝見個皇上再講 老夫的堂堂國長 又是他的口供 因為這個龐太師是當朝國長 皇親國戚要審他 按照正常的程序 是要先向皇帝稟走 取得聖旨批准 然後才可以來派人押他問話 所以如果未得皇上聖旨就只能叫人來請 請你過去協助調查 這樣龐太師不肯去 包公也不能夠強行來 包公心想 這雲證據確鑿 只要派人看實他的府邸 等他沒辦法走得掉 明天早就算是同朝面聲 自己拿出證據來 我看皇上也不能再偏袒這個太師吧 於是他就派人搜定在龐太師的門口 保住他的動靜 然後就等明天早上朝面聲 和皇帝稟奏案情之後就再行定奪 龐太師這個時候也知害怕 包克子不和帝哥 讓他知道真相 他無論如何都不會放過自己 唯今之計 唯有只剩下女兒這一步棋 希望女兒在皇帝面前吹的枕頭風 還算是有用 於是他馬上就叫家人 和自己準備一套普通的衣服 扮成個普通家人的樣子 在後門偷偷撩了出去 又是見過女兒 這個時候 我們回頭再說說那位鳳皎小姐 他怎麼都猜不到 原來自己被包公哄了 哎呀 現在當場指證 令到父親沒辦法再抵賴 哎呀 金文真是害了爹了 包公等他作證完畢 就派人將他送回到府邸之中 鳳皎小姐一回去 就對著媽媽放聲大哭 哎 金文都是女兒害了父親 我 我被那個包黑紙 把事情經過騙了出來 母親 父母養育之恩我還沒報答 誰知道今天我反而害了他 哎 因為女兒正言 爹他可能要遭受極刑 那我怎麼得安樂啊 母親啊 我們家這場禍事 都是因為龐太師這個奸臣而起 是他斷送了父親性命啊 哎呀 楊夫人嘆了一口氣 乖女兒 你起床先啊 不要哭壞身子了 今天呢 都是我們家門不幸 哎呀 一直以來 你娘親生前只有你來陪伴 哎呀 你一個女兒現在 又怎樣是那個包龍圖的對手呢 無論誰遇著他 恐怕只有一個結局 何況這件事 原本就是你爹不對 你娘親已經勸過他了 不要貪圖富貴 更加不要依附這個奸人 他就是不聽 是要去摧嚴父親 要跟著太師害敵清 這樣才惹得大禍臨身的 女兒 哎呀 事到如今 你怎麼說怎麼哭都沒用 唯有看看聖上怎麼裁決 這陣子 旁太師已經偷偷地換上衣服 出了後門 然後就來到皇宮的後宰門 管事的太監叫做丁忠 這個人平時得了龐太師很多好處 經常替他和西谷的龐貴妃通風報信 一見到龐太師那樣 咦 丁忠也嚇了一跳 老太師 怎麼今天打扮成這樣 是不是有些什麼急事 要跟娘娘說呢 是呀 是呀 丁公公 你快和我進去問問西谷娘娘可不可以見我 慢著 慢著 如果萬歲在這兒 你就千萬不要說了 我知道了 丁忠進去過了一陣子回來稟告 萬歲現在還在超陽宮 娘娘請郭像過去相見 叫我去哪兒見 就在萬花樓 龐太師來到萬花樓 龐貴妃早就已經在樓上等她了 爹 今天這麼急來找我是什麼事呢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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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來見你最後一面 咦 爹 不是有什麼事呢 你怎麼說這些這麼急利的說話 龐太師跟著就把飛龍公主 怎麼混入中原 後來就怎麼找到自己 自己跟她定計去害敵清 結果搞到現在 鮑公終於把這件事審訊得清楚明白 整個經過說完之後就說 唉 這件事算上來 為父有欺君之罪 其他人都還好說 現在這件事落在鮑情這個人手上 她呀 哪個人情都不說的 恐怕為父都搞她不行的 所以唯有現在求女兒你幫我打算一下 如果不是 我恐怕就要撞身在她的雜刀之下 哎 可不是 可不是只能夠來見乖女兒你最後一面嗎 旁貴妃聽到忍不住說 哎呀 爹 爹 爹 那個敵清跟你有什麼仇怨 你為什麼兩次三花都要害她呢 現在害人不成輝惹出一場大禍 唉 我看從今以後呢 如果過了這一關就不要再跟她計較了 大家太平道日就好了 唉 阿女兒 這個呢 都是個飛龍公主不穿 是她來挑撥維褲的 現在你都不要埋怨我了 總之呢 如果你念在我們婦女情 你怎麼都要救一下我呀 唉 最多我以後都不找個敵清晦氣啦 旁貴妃心想 唉 你叫我幫你過這一關 怎麼過呀 誰都好辦 唯獨是那個包情 唉 無論是什麼人向她求情 恐怕都好難求得下來的 現在唯獨 真是想辦法在萬歲面前 拿回個人情晦氣啦 阿爹 阿爹 你不要這麼心急 女兒現在就去求皇上 如果皇上能夠稍微開恩 那阿爹 你就可以可保無事啦 送走了龐太師 龐貴妃精心打扮一番 當晚 仁宗皇帝果然 又來她的寢宮到過夜啦 於是 龐貴妃已經預先擺好酒菜 等到皇帝坐下之後 就立刻喝了三杯清酒 驚騙皇上 仁宗皇帝呢 一直都很寵愛這個女子 今天喝過兩杯酒之後 嗯? 發現龐貴妃一直都緊緊地皺濕眉頭 滿臉受容 外兄 朕往時見你 花容月貌 哎呀 無比動人就不再說了 而且一直你都還很開心的 為什麼今天會愁容滿臉呢 有什麼不開心的 快點告訴寡人知道啦 等寡人為你分憂 哎 陛下 神妾又怎會有什麼憂愁呢 之前幾年四下災坊 我見到陛下你天天都為百姓擔憂 那時候呢 神妾還有很憂愁的 但是現在國泰文乾 哎呀 那還有什麼不安樂的呢 那就好了 既然是這樣了 那為什麼你又滿臉受容呢 陛下 神妾只想起爹 他年紀已經這麼大了 連在他 都服侍了皇上二十幾年了 哎呀 所謂武功奴都有苦奴 如果你說有什麼行叉答錯的 萬歲 不知道 你可不可以看在神妾份上 體諒一下我這位老父親呢 嗯 人中皇帝聽到覺得有點奇怪了 啊 朕一向對太師都算是挺好的 盡量能夠遷走 為什麼貴妃今天會說這樣的說話呢 國象近來 他有什麼事令你擔心啊 朕好像還不知道這樣 哎 哎 神妾只想起 父親現在年紀這麼大 頭髮都白了 真不像年輕的時候精力這麼好 哎呀 愛妃你這麼說就錯了 哈哈 國象 他現在都未夠六十歲 又怎麼算是年紀好老呢 如果說 他這陣子白頭髮多了 是因為國無新老 啊 你不用這麼擔心 現在就先和寡人開懷暢飲了 等寡人明天就落到聖旨 叫太師呢 沒事就不用來參加祖朝 這樣 哈哈 哈哈 應該就可以讓他再休息一下 了吧 哎 哎 陛下 神的父親雖然年紀不算很老 但是都將近花甲 總之一日就老過一日 一年就老過一年 神節說很想他一早退休的了 但是我又怕你不批准 如果繼續等他在朝中陪伴君王 哎 我怕著他得不到個好結果啊 哎 貴妃 你怎麼說這麼刺激的說話呢 你的父親現在已經是畏居一品身為國職 哈哈 執掌朝綱幾十年了 由先王及朕對他都多加重信 哈哈 滿朝文武有誰給得上他呀 又怎會說他陪伴在朝中 有不得好的結果呢 陛下 神的父親現在年紀都已經近乎老邁了 他做事哪次年輕的時候這麼仔細呢 哎 各位 你們看看 龐貴妃利用枕頭峰 開始想辦法跟太師求情了 那究竟結果如何呢 下集再說 每一回來 那是什麼 你 昨天